日服联动三国无双,亲儿子乔吴迪 嗨,局局1800,大早事利兄,新鲜热了 昨天晚上三战日服官发在油管直播 发布了新武将的消息,日服独葬啊 联动了亲儿子三国无双八帝国的武将 吕灵奇和光平啊 感谢老粉牛牛第一时间的发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新武将的强度啊 吕灵奇七日奇功S,自带指挥帐法鬼神之女 每回合行动前有48%的几率能发动 受武力影响,也就是白板肯定超过这个几率啊 然后分情况啊 小吕武力为我方最高时对敌方群体发动逼日伤害 如果不是,则自身提高30点的武力 持续到战斗结束 注意了,不是回合结束啊 和识别三日是一样的啊 最后一个效果强无敌 并使本方武力最高的武将 自带主动战法发动几率提升8% 吕灵奇主驾情况下15%啊 这个提升的概率超级高了啊 以及反击状态的伤害率72% 持续一回合 哎,是日服客金手游内卫了啊 不出意外肯定是限定卡 我在国内都能感受到这个彼岸的啊 强度了啊,太吓人了 吕灵奇自身的武力肯定是不低了 能超过他的不多 最好的搭配啊 估计是配合他爸吕布了啊 要吕布提高天下无双的几率 甚至可以玩花的 吕灵奇不加武力配合其他菜刀 而且自身作为菜刀还是高贵的 指挥战法输出 强无敌啊 光荣真的把三战完成了三国无双啊 下位武将光平六欲 骑枪S啊 自带指挥战法军神之子 第一回合使敌军武力最高武将脚械 统帅最高武将 统帅降低30点 看这个图的描述 两个效果中间是盾号啊 也就是同时生效的啊 持续一回合 从第二回合开始有90%的几率 让效果持续生效 一到三回合 如果我方主将是光羽 则前两回合铁定生效啊 后半段的翻译 我看了几个版本都不太一样 有懂日语的朋友欢迎指振啊 但是不影响光平整体的强度啊 这两个武将我觉得 肯定是吕灵奇啊 更强一点啊 应该是西游卡啊 总体来说 这次日服和本家亲儿子的游戏联动 有内畏了 对国服是什么影响呢 我预测啊 有99%以上的几率 国服也会出 先出日服是 先提前打一波 预防针啊 先看看国内的游情怎么样嘛 毕竟国内 很多人都号称说 哎呀我就要玩 有历史感的武将对吧 但是 国内很多武将都是什么 张样这种太监都是陈卡啊 什么董白这种都是 早就没有所谓的 真正的历史厚重感了 因此我估计啊 这个国内大几率 也会联动这两名武将 毕竟强度爆表啊 要克金嘛 要片刻 好了 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两名武将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一期见啊 拜拜